秀出三年所学大理潮泰高中设计群 这几天在校内举办了专题成果展 今年以无限选择作为主题 共有29组的作品 有人以古迹作为发想设计一款桌游的游戏 也有人以槟榔滩的包装设计来宣导环保的观念 也有人是拍下布袋系雕刻师的纪录片 题材多元也看出年轻学子满满的创意 镜头下布袋系制作师仔细雕刻人偶神情专注 学生透过这支记录影片 希望保留这些意识的影像 也表达布袋系在现今社会的发展与文化价值 我们就是想要透过网络的形式跟影片的形式 然后让大家更了解这个产业的现在的发展 跟他们的一些价值跟精神 这次的主题叫做无限选择 因为无限选择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探索 透过这样一个方式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梦想 能够定立下来 朝着未来的目标更努力去迈进 小麻油机欢迎大家来吃完 这组学生则是以台湾古迹为发想 串联起来设计一款桌游游戏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要完成任务紧凑而有趣 考验大家对古迹的熟悉度 用我们的桌游的虚位性 然后用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的台湾历史古迹 丰富的文化体育这样 广色科多梅科三个班的同学 一共29组的作品 里面包含了有平面 立体还有数位 同学们的创意都非常的丰富 另外这组学生则想到冰凉碳为研究 来进行包装设计 由于冰凉碳具有烟很小 热力可以持久的优点 宣导环保观念 还有以沸汽水管为发想 制作椅子等家具实用又环保 我们有做这种就是刚出身的碳 然后这个是刚摔完后的碳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的冰凉碳 我们做包装设计旁边 还有夹一些趣味的问答 让整体变得比较趣味一点 因为就是有很多废弃的水管 那我们想说可以做小板凳 然后后面我们就是试一试觉得 好像可以再做大一点 所以我们就有后续这些比较大的影子 那这是最一开始尝试的 就是比较简单 用彩剪然后再用弯头连接 29组作品题材多元 是乔泰高中设计群学生 呈现三年所学 今年以无限选择为主题 希望这群年轻学子继续累积个人实力 找出自己的发展方向及风格 勇敢朝梦想迈进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